大家好,我叫小可 我是一名主播,也是一名喊麦的主播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是怎么走进这个网络 走进这个YY,走进这个喊麦界 在2012年与2013年的时候 我沉迷于网络游戏,英雄联盟 当时也是靠YY这个平台 你来自很多四面八方所谓的大神,一同开黑 后来我进入了一个开黑的工会 在那里我成为了一名开黑的结代 就是在卖续上,有人来了用语音喊一声欢迎 有人想开黑,给人家往下面抱一抱 后来我也慢慢的了解了工会是什么 什么叫做工会 在YY上,有游戏工会,有交友工会 还有现在我所接触的娱乐工会 中国兰 人们都叫他这个家族 记得我在2014年的时候 我开始逛每一个娱乐工会 我听到一首歌 叫《卓尔帝王篇》 当时我想着 它的原创到底是谁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 能在600秒钟喊出这么多的词 在一段时间的寻找 我知道他离开了弯弯 主要的原因呢 跟老塔有关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5G总事长厉哥 在那段时间 我也成为厉哥的一名小小的粉丝 但我从来没有刷过一分钱 有一天晚上吧 他下播的时候 有他家的管理在上面打广告 说只要把马甲给改了 就可以免费叫我们寒麦 当时我是特别的感兴趣 而且也喜欢老力这个人的人品吧 我就把马甲给改了 确实他们免费教了我们寒麦 那时候教我寒麦的人 我们都叫他叫师父 我记忆犹新的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叫Mommy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很认真地在网络上学习了喊麦 在网吧喊了起来 直到现在 我还在不断地学习当中 2015年的时候 我买好了设备 准备在网络上 在YY上 有一个自己的直播间 但是当时 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 还很不懂事的样子 脑子开了翘 我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 那就是部队 两年后的今天 我回来了 回到了这个YY 回到了这个网络 回到了自己的直播间 之所以我没有亲于五弟 是因为我的师父不见了 他不在YY 他不在五弟 也可能不在这个网络之中 我现在的目标不会很大 只要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直播间 一个有人支持小可的直播间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喊麦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直播间 有人想听我喊麦的时候 我能喊给你们听 就够了